《羅莎納特斯》 《羅莎納特斯》 非常歡迎各位到總統府 還記得去年 3 月 布里仙紐總理閣下率團來臺訪問 羅莎納夫人也一起陪同 我們雙方都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 今天很高興在總統府再次接見羅莎納特斯 在明天的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婦女婦權國際論壇 我們也將一起見證台灣和貝里斯 推動婦女婦權的成果 羅莎納特斯長期關心富有教育議題 並親自擔任台灣貝里斯婦女婦權計畫審議委員 這項計畫執行一年多以來 已經舉辦多項技能培訓及創業輔導活動 讓更多女性擁有獨當一面的能力 從去年開始 羅莎納特斯也擔任加勒比海共同體元首夫人行動聯盟 的輪值主席 持續地整合各界的力量 提升加勒比海區域的富有權益 近來 台灣和貝里斯的經貿交流越來越密切 尤其去年1月台北經濟合作協定生效以後 雙方廠商共同簽署超過200萬美元的龍蝦採購一項書 去年7月台灣的商機考察團也訪問貝里斯 在海鮮採購、食品加工等領域加強合作 我們相信 在羅莎納特斯跟布里仙柳總理的支持下 台灣和貝里斯能持續深化夥伴關係 為雙方創造更多福祉 在這裡 我要代表台灣人民 謝謝貝里斯政府持續在國際上為台灣發聲 布里仙柳總理更在去年5月率領內閣 通過友台動議支持台灣的國際參與 也展現我們雙方深厚的情誼 台灣和貝里斯這是理念相近的盟友 讓我們一起努力 一起在全球意後創造更有韌性的經濟 也一起為區域的繁榮以及和平穩定 更盡一份心力 祝福各位的訪問圓滿順利 謝謝